第三代半導體 噴成這樣還能上車嗎 依個股表現先不最高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集診室 我是Shanah 我們歡迎魏老師 Shanah好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電動車的市場爆發 也導致第三代的半導體需求 跟著往上 許多概念股 都已經開始往上漲了 那這樣老師請問一下 還可以再追高嗎 我想就是說針對進行 都是形成一個 蠻強勢表現的第三代半導體 畢竟就是說針對不同個股 我想我們提供給各位車內的重點 依然就是說 我們先下一個結論就是說 針對這個個股 我們不建議各位去做讓追高 你都可以靜待它回測之後 掌握下一趟的一個買點 再來做介入 那針對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畢竟它的一個特性就是說 它具有這個 包括像高頻高功率低功耗 那甚至包括像高電壓高溫的這種特性 那造就就是說以最近 這個電動車的一個需求 不斷不斷的一個暢光 那當然的話 也造就進行一些相關 第三代半導體的一些個股 表現形態都非常非常亮麗 那尤其除了應用在這個 就是說電動車以外 不管是說像相關 像太陽能 甚至包括像離岸風電 或者是說低軌衛星 我想這些相關的這些題材性 針對整體第三代半導體的應用 我想都可以去做這樣實際性卡入 那當然的話 以現階段第三代半導體 也成為國內相關供應山 一個相當主攻的一個要角 那尤其就是說 針對這個國際龍頭大廠 就是說針對Wolf Speed 它從它重新上市之後 這個股價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 已經漲七塊幾天八成 所以說我想針對像近期 因為就是說針對原來的 這個半導體的一個代工廠 它針對第三代半導體 它這個設備的一個相容性 有高達這個九層 那等於說包括台積電 包括日夜光 包括像環球晶中美晶 甚至包括像穩帽 都已經紛紛做這樣插旗 都一個卡位 那畢竟針對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到了這個2025年 四次少少每一年的這個產值 可以高達這個20億以上 那相對於我想就是說 針對第三代半導體 畢竟都有它一定的一個 一定的一個困難點 就是說針對 就是說以現階段 剛初期的一個發展 這個成本相對非常非常高 那很高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也導致市場也受到這個限制 尤其說像國內的這些廠商 畢竟沒有這個原始的 像本土的汽車或者通信廠 然後就說很難去打進去 這個國外的一個供應鏈 那重點雖然很難 那問題我想針對環球晶的董事長 徐秀蘭董事長他也說 第三代半導體它非常非常重要 它雖然很困難 那問題這個也是未來台灣 不可能不能去做讓錯過的一個產業 那相對我想針對近期 像這個重新上市 原來叫做Kree 就是針對以往是LED的龍頭 現在改名字叫做Wolf Steep Speed 那我想針對這一家 就是說現階段它的一個 針對第三代半導體 它的一個基板 市占率全球已經高達6成 那它的一個累積 這個市占率也高達45% 全世界最大廠 就是說針對Wolf Steep Speed 重新上市之後 大概股價也從這個78塊錢 大漲 7、80塊錢漲到13040 那等於說很短時間內漲了 快接近八成 那當然的話 帶動相關國內的一些 不管是說我想 以現階段第三代半導體 純度最高的是 針對整個漢民集團 包括像3707的漢磊 甚至包括像這個3016的加金 那針對漢磊我想 短線上畢竟 它股價都已經實際性作量創高 那進行隨著這個外資 再做一個調節 那比如說股價形成一個 正常折返 那老師它在外資調節 股價開始往下降 是不是剛好就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對我想就是說一樣 就是針對第三代半導體 針對就是未來 它成為一個市場 它聚焦的一個重點 我想這是無庸置疑 那畢竟這些個股 我想到現階段位置 股價雖然說已經漲創高 那問題這個都還不至於到 已經漲了非常多的一個狀況 那相對我想 隨著它題材性不斷不斷做一個發燒 因為畢竟像漢磊未來的話 大概又要實際性投入 大概1.5億的一個美金 那使得它在未來這兩三年 它的一個針對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它的一個產能要擴大到7倍以上 那尤其說 針對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它的一個產能 就是說佔它的營收占比要高達8成 那所以說我想這個都會是未來 會形成比較爆發性成長的一家公司 後續壓回 一樣請各位去留意它 下一趟的回社買點 那針對3016 同樣這個集團的做累經的 像家經 我想在短線上 買訊一到之後到目前為止 天天創高天天狂漲 那當然這種個股 我們就不建議各位去做追高 你一樣拉回就是買 我想一樣靜待它拉回 要買再來買 甚至包括跟日亞化做配合 打入到第三代 這個半導體供應鏈的 像光雷的部分在進行 買訊一到到目前 大概也攻了三根漲停 那畢竟這種個股短線上漲多 我們就不建議各位去做追價 你就靜待它拉回 下一趟買點再來做買進 那中美金甚至剛剛 今天已經產生買點 或者是說合金的部分 都在進行來產生買點 那各位我想這是屬於 一個叫剛剛好起漲 你都可以做介入 那針對包廂穩貌 賣訊已經產生 甚至包廂紅捷科 短線上剛好產生賣訊 那當然的話這些相關個股 無論如何請各位 配合它的買買點訊號 你高檔先賣一趟 拉回之後 靜待下一趟買點再做回計 那等於說相關這個回事買點 我們都依然會在我們這個Telegram 做第一時間的分享 想了解更多財經資訊 記得加入老師的 Light App跟Telegram 財經急診室 我們下次見 拜拜